史上最欠揍自动贩卖机 用力揍它就会获得礼物 不使劲还会嘲笑 这个售货机不要你的钱 竟然要你打它 这是什么奇葩的售货机 售货机在十几年前就出现了 相较于超市 售货机不用人去看管 而且可以24小时进行工作 早些年的自动售货机都是需要硬币 对于没带硬币的人就购买不了 而现在的售货机甚至支持手机网络支付了 更加的方便了 因此在很多商店都能看见售货机的声音 不用去排队等待付款 而今天这款售货机从外形上面去看 整体呈现红色 而大屏幕上播放的还是愤怒的小鸟的图案 这是要模仿愤怒的小鸟吗 还真是 你需要通过击打这个售货机来获得奖励 击打得越用力 它会检测你的愤怒程度 你的愤怒值越高获得的奖励就会越丰富 在国外街头这个售货机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压工具 如果你的力气不够大的话 这个售货机还会嘲讽你 有种你愤怒的小鸟失误以后 对面的猪在嘲讽你的感觉 让人更加生气了 而里面的奖励也非常的丰富 甚至有人获得了音乐会的名票 国外不仅有这个售货机 甚至还有一个你需要一支摇晃才能获得饮料